Hello大家,我是Shenly,你们的UP主终于上线了 这期视频和以往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过去的一年里,今少有小伙伴找我推荐和对比程序员的学习资源 所以本期视频我会做一次新的分享 首先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优质并且免费的编程课 然后介绍几个能帮大家高效准备求职面试的资源 这一期也是对去年学习资源分享视频的重大升级 会比去年介绍的更加细致 也会分享更多的免费资源和折扣码 还会把一些有竞争关系的学习资源做横向的对比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视频看完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并且关注我的频道Shenly Yuki哦 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推荐优质免费的编程学习资源 这些学习资源都来自于Udacity这个非常硬核的技术学习平台 Udacity呢,是由Sylveston Throne创立的 他曾经在 Carnegie Mellon和Stanford做教授研究无人车技术 后来被Google挖去做副总裁 成立了著名的Google X实验室 并且领导了Google无人车项目的研发 Udacity里面呢,有各种技术课程 比如各种编程课 人工智能,云计算,Data Science 还有Sylveston的老本行,无人驾驶 很多课程都是与科技大厂合作开设的 他们就通过带你做高质量的项目 来提升你的求职竞争力 而这些课程里面,有相当一部分 是可以免费观看的哟 其中一门免费的课程是Android Basics 这个是Udacity与Google联合出品的Android入门系列课 由五门课组成,难度是有浅入深的 从一开始实现一个最基本的单评应用 到最后实现一个读写数据的复杂多评应用 课程呢,是提供中文字幕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语言咯 那对移动端感兴趣的小伙伴 我强烈推荐这门课 我会把课的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然后Udacity与Google还联合出品了 进阶版的Android免费课程 Developing Android Apps with Kotlin 它的课程项目比Android Basics里面的更加复杂 编程语言呢,用的是Kotlin 也就是Android开发越来越主流的语言 相当于Swift对于iOS开发的关系 这门课适合已经有Android基础的小伙伴哦 接下来要说的免费课程是Sebastian和另外一位大佬Peter Norvig 合作的课程 Intro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导论 这个Peter Norvig呢 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这本AI经典教科书的作者 那他也是世界文明的人工智能专家 现在在Google担任Director of Research 这是一门很硬的课啊 他先介绍了Breath Research这些基本的搜索算法 然后带你入门Machine Learning 一直讲到后面各种AI的应用 比如Computer Vision 比如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所以对AI感兴趣的同学 强烈建议你跟着这两位大佬学 Udacity上的优质免费课程还有很多 比如Python入门 JavaScript入门 IOS开发入门 我就不一一列举啦 我会把他们的链接全都放到视频下方 各位不要光顾着白嫖哦 记得给视频先点个赞或者一键三连吧 我先喝口水啊 大家慢慢点赞 大家可能会想Udacity把这么多优质的课程免费开放 那他们怎么赚钱呢 其实Udacity也是有收费项目的 就是它的Nano Degree 提供免费版课程所不具备的各种专项辅导 比如Project Reviews 导师答疑 求职咨询 这些专项辅导里面最厉害的就是Project Reviews 比如你如果修的是Android Basics的Nano Degree 那么你在课程里开发的每个Android App都会有专人审阅 并以很高的标准对你的代码提出改进意见 你在改完代码提交后 他们会再次审阅并且及时给你新的反馈 而你可以提交的次数是无限次的 这种无限量性循环带来的提升 会远远超过你在学校上课时获得的提升 因为学校的作业和项目一般都只能交一次嘛 我也会把一些优秀的Nano Degree课程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哦 比如有Sebastian的Self Driving Car课程 用React做项目的前端开发课程 用Python Flask框架做项目的全站开发课程 用Springboot框架做项目的Java后端开发课程 用Python开发神经网络的AI Programming with Python 最后这门课的讲师之一Gran Sanderson 是YouTube上著名的数学科普频道 3Blue1Brown的作者 讲完了Udacity上的免费课程 接下来讲讲程序员准备面试的资源 这也是很多小伙伴最关注的 绝大多数程序员面试就考算法 系统设计以及behavior这三大类 所以接下来我就依次介绍这三大类的资源 首先是算法面试 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讲 不管你是毕业生找工作 还是在职跳槽 想在短时间内把算法复习好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刷题 那如何高效刷题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学习资源的组合 组合里的两个产品我都有用过 他们俩之间是有竞争的 但在我眼中他们是相互补权的关系 这个就有点像是脱口小大会里面 李远青和王建国的关系 组合里的第一位成员是Algo Expert Algo Expert是由一个在Google和Facebook工作过的工程师 Cleeman创办的 最大的特色就是金讲金链 它精选了100多道在面试中高频出现的经典算法题 覆盖了所有的重要题型 每道题都有非常详细的视频讲解 你可以学到如何构思每道题 想出算法思路 把算法思路快速转成代码 分析代码的时间空间复杂度 最后优化级的代码降低复杂度 每道题的答案都有9种编程语言的版本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Algo Expert上也有完整的编码环境 你可以自己练习在上面提交代码查看结果 Algo Expert的特性特别适合那些刚起步 没有刷过题的同学来学习算法 你如果能把这里面100多道题认真练好 为每种题型和算法做好总结 那你的算法基础就已经很不错了 可以开始去面试了 就算在面试中遇到新题 这个新题也大概率可以通过你总结好的套路模板来拆解 你在面试现场只要能做到举一反三 把平时训练的水平稳定的发挥出来 那你通过面试的几率就不会低 Algo Expert当前的售价是99刀 使用折扣码学理可以获得10%的折扣哦 某些国人在美国办的算法培训班 动辄600刀1000刀 学员的钱是大风挂来的吗 相比之下Algo Expert的价格就便宜太多太多了 而且很多培训班的高价课程是直播授课 不像Algo Expert这样可以反复观看 除了优质便宜 我推荐Algo Expert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全英文环境 如果你要在北美找程序员工作 那你最终是要用英文面试的呀 要用英文与面试官沟通 要用英文来think out loud 所以你在刷题准备面试的时候 至少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当中去 Algo Expert的视频是带英文字幕的 你从一开始就能学到如何用英文来准确 专业的表达你的思路 能够听到很多母语者 潜词造句的技巧 以后就能运用到自己的面试中去 让你的沟通更加的地道高效 这种学习环境是那些用中文授课的培训班无法给你的 当然在国内找工作的小伙伴 待会我也会推荐相对应的中文资源 如果你把Algo Expert里面的100多道题都练好了 把各种算法套路都总结好了 还觉得不放心 想刷更多的题怎么办 这个时候组合里的第二位成员就要登场了 就是大名点点的Likode 2018年Likode的中国版也上线了 产品就叫做Likode 这个Likode并不是简单的Likode的汉化版 它其实为国内的小伙伴提供了很多特色的板块和内容 截止到2021年2月 Likode上面已经收录了1000多道面试题 Likode或者是Likode的普通用户可以看到 题库里面收录了哪些题型 每个题型有哪些题 然后对你感兴趣的题型做针对性的训练 但是有一些更关键的信息呢 要VIP用户才能看到 比如一道题的热度有多高 比如各个科技大厂分别喜欢考哪些题 当你想针对某家公司刷题的时候 你就需要升级成付费会员了 如果你是国外Likode用户 你可以升级成Likode Premium 如果你是国内Likode用户 你可以升级成Likode Plus会员 不管是Likode还是Likode 只要升级成付费会员 就可以看到每个热门公司的题库 如果你是Likode Plus会员 你就可以看到BAT TMD这些大厂的题 除了获取各大热门公司的题库 付费会员还可以看到每道题 最近经常被哪些公司考到 另外Likode最近也推出了像AlgoExpert那样 金讲金链的刷题教程 名字叫做化解剑纸offer Likode Plus会员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教程 这个教程收录了 《剑纸offer》这本书里面的75道经典算法面试题 为每道题都提供了算法思路的讲解 加了版本的答案 以及漫画形式的算法演示 虽然这个教程的75道题 比AlgoExpert的100多道题要少 讲解的详细程度 我个人认为不如AlgoExpert 也不像AlgoExpert那样 每道题提供9种语言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只想用中文教程来学习算法 那么化解剑纸offer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并且我也建议你先刷完化解剑纸offer上的所有题 然后再去刷Likode Plus上面的公司高评题 其实就是跟先刷AlgoExpert再刷Likode一样的思路 先学好算法再去练手 总结一下 如果你打算在北美或者是欧洲找程序员工作 可以订阅Likode Premium 如果你想在国内找程序员工作 可以订阅Likode Plus会员 Likode Premium的价格是159刀一年 使用我的折扣链接 可以获得15%的折扣 省24刀 Likode Plus现在的价格是499人民币一年 通过我的折扣链接 也能获得15%的折扣 我也会把Likode Premium和Likode Plus的折扣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 哎呀我在喝口水 没有点赞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哦 讲完了算法面试 现在来讲讲系统设计面试的学习资源 现在美国这边的互联网公司越来越喜欢考系统设计了 也就是System Design 你如果是跳槽面高级别的职位 系统设计几乎是必考的 公司也会根据你在系统设计面试的表现 来决定是否发offer 或者发哪个级别的offer 而且随着Hiring Bar的不断提升 近年来连应届毕业生也越来越多的被考的系统设计 接下来我也会介绍两个学习资源 但是不同于Algo Expert跟Likode之间的互补关系 这两个资源之间就是比较直接的竞争关系了 而且他们的教学风格还非常不一样 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做对比会非常有趣 首先要介绍的是 在美国这边非常有名的系统设计面试宝典 Guargin System Design Interview 这个教程是图文讲解 由Design Groups团队编写 发布在Educative教学平台 Design Groups团队是一群在Google、Facebook、Amazon等公司 长期做面试官的资深工程师 每个人都有10年以上的开发经验 这个教程在美国不仅被很多软件工程师推崇 甚至也获得了不少科技大厂的认可 好几个大厂在发给求职者的Interview Guide里面 也明确推荐了让你去阅读 Guargin System Design Interview 这个教程一开篇就告诉大家 解答系统设计题的通用模板长啥样 有哪些步骤 面试官希望你在面试过程中讨论哪些内容 比如面试官会希望你首先沟通明确需求 然后设计API、设计架构图、设计数据库 最后解决系统的各种瓶颈 其实就是一个层层深入的设计过程 就像画画一样嘛 先勾勒框架 再把细节逐步填进去 面试官考察的是 由你来主动领导这个层层深入的设计过程 如果你连设计过程长啥样都不知道 要由面试官反复提示你来拖着你前进 那么面试官大概率会认为你经验不足 无法领导复杂的工作 面试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个设计过程 这个教程开篇的文章以设计推特作为案例 来讲解设计的每一部具体应该讲哪些内容 讲到什么程度 把这个开篇文章看完 你对如何解答系统设计面试题 就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正确认知 这个教程接下来就深度剖析了 15道高频的系统设计面试题 每道题都按照一开始介绍的 那个通用设计模板来做 反复训练你用同一套思维框架 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这15道高频题 也覆盖了系统设计里最经典的几大提心 比如设计一个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News Feed这样的社交网络后端 设计Google Search背后的Type Ahead和分布式爬虫 设计Facebook Messenger这样的即时通讯系统 设计YouTube或者是Netflix这样的视频网站后端 设计Uber这种打车APP的后端 设计Dropbox这种Cloud Storage 这15道题的设计过程 会用到很多分布式系统里的知识点 比如Consistent Hashing 所以教程里会单独有一章来专门介绍这些知识点 在学习这15道题时 建议大家认真总结 每道题是如何做Tradeoff取舍的 比如Availability和Consistency之间的取舍 Latency和Throughput之间的取舍 Performance和Scalability之间的取舍 举个例子 当你设计Data Sharding的时候 你如何选择Shard Key 选择A做Shard Key会让某些操作变得更快 但会使数据分布变得更不均匀 引发Hotspot 选择B做Shard Key会让数据分布的更均匀 但某些操作会因此变慢 这个时候你应该是选择Performance 还是Scalability 像这样的Tradeoff 你在面试中一定会被问到 所以当你把这15道题里 每道题的架构 细节和Tradeoff套路都掌握透彻 在面试现场懂得把握节奏 举一反三 那你取得好结果的概率 就会大大增加 Quarkin的System Design Interview 现在的价格是79刀 使用我的现实折扣码SCH 可以获得15%的折扣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这个教程的作者Design Gurus 还开发了一些其他的面试教程 比如Quarkin的Object Oriented Design Interview 如果你要面试的职位 要考OOD 那这个OOD教程就非常适合你 我会把Design Gurus 这个课程列表的链接 也放在视频下方 里面每一个教程 都可以使用折扣码SCH购买 如果你对多个教程都感兴趣 那直接订阅Educative Unlimited服务 可能会更划算 这样不光Design Gurus的所有课程 你可以无限量使用 Educative平台下的200多门课程 你都可以无限量使用 目前Educative Unlimited的价格 是199刀一年 使用我的折扣码Shelley 可以获得10%的折扣 有的小伙伴可能有点懵 居然有SCH和Shelley 两个不同的折扣码 简单的说 SCH是课程的折扣码 在购买Educative的 单个课程时使用 而且折扣码是现实的 而Shelley是订阅Educative Unlimited 折扣码 长期有效 讲完了Grokin的 System Design Interview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它的竞争对手 是一位后起之秀 System Expert 咦 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 没错 System Expert 正是Algo Expert 旗下的系统设计课程 不同于Grokin的 System Design Interview的 图文讲解 System Expert 是以视频讲解为主 外加图文总结 课程内容分两大块 第一大块是 系统设计基础知识点的介绍 覆盖了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 分布式系统 这几个领域里面 跟系统设计相关的 关键知识点 每个知识点 对应一个讲解视频 还有关键信息的 文字笔记 方便你快速复习 视频的内容 第二大块是 高评题讲解 每道题对应一个 45分钟的 带英文字幕的 视频讲解 通过Cleeman 和面试官的 互动讨论 来高度哗原一场 45分钟的 系统设计面试 把你置身于面试现场 身临其境的感受 如何与面试官沟通 如何一步步的 把设计和架构图细化 以及如何做tradeoff 每道题也都有 完整的图文版本的答案 按照 类似Grokin那样的 设计细节呈现给你 这样你以后 在复习内容时 直接看图文答案就可以了 省了很多时间 如果要对比 System Expert 和Grokin的 System Design Interview的内容 目前System Expert 讲的10道题 比Grokin的15道题更少 不过System Expert 在基础知识上 覆盖了25个知识点 远超Grokin的12个知识点 System Expert 对很多知识点 和技术的介绍 不光是讲解原理 还会讲解 对应的代码实现 并且演示代码 跑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在介绍 Polling和Streaming 这两个知识点时 它就为你讲解了 一个聊天室后端的代码实现 让你明白 同一个系统 用两种不同的机制来实现 代码分别长啥样 跑起来的效果又有什么不同 这样你对Polling和Streaming的理解 就会非常的直观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比如在校学生 或者是非资深的工程师 那System Expert 会更适合你 能够帮你把基础 打得更扎实 通过观看视频里的模拟面试 你也能更好地学到面试中如何把控节奏 各个设计步骤的时间如何分配 如何用英文精准地表达你的思路和想法 如何与面试官有效沟通 甚至巧妙地索要提示 如果你是一个老手 已经知道系统设计应该怎么面 就想把一堆高评题 从头快速复习一遍 那Grokin的System Design Interview更适合你 如果你还是觉得很难抉择 两个都喜欢 你可以像我一样 两个都买了 反正很便宜嘛 System Expert当前的价格是79刀 跟Grokin的System Design Interview价格是一样的 使用折扣Marshalli 就能获得10%的折扣哦 感觉这两家的竞争真的很激烈 正好能让我们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实惠 系统设计的学习资源就讲的差不多了 现在快速讲讲程序员面试里的最后一个大类 Behavioral Interview 也是美国这边每个公司必考的环节 这个环节考察的是你的软技能 面试官呢 一般是通过一系列的场景类问题 来判断你是否能在压力下胜任工作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team player 你能不能有效处理与同事的分歧 你能不能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保持进步等等等等 大家对Behavioral Interview也要高度重视哦 别辛辛苦苦准备了几个月 结果在Behavioral Interview这一关翻车 对于Behavioral Interview的复习 我就直接推荐Algo Expert自带的Behavioral面试课程了 只要你购买了Algo Expert或者是System Expert中的任何一款产品 它的Behavioral面试教程就是免费开放的 这个教程呢也是视频讲解 一开始会介绍对Behavioral Interview的整体理解 在回答问题时有哪些通用的关键点需要把握 如果问到的场景你没有亲身经历过又该怎么构思 接着就是讲解12道高频的Behavioral问题 比如你如何处理Top Feedback 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你做过最Challenging的项目是什么 每道题都是先告诉你 好的处理方式或者回答应该有哪些关键要素 接着再示范完整的回答 把这些视频认真看完 你会发现你在构思自己的答案时候会轻松不少 好 面试相关的学习资源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没有睡着哦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啦 介绍了这么多的学习资源 哪些对你最有用呢 欢迎大家把想法和问题发在影片下方的评论里哦 新的一年希望我们可以一起保持学习保持进步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转发订阅哦 这会对我的频道有非常大的帮助 YouTube的小朋友们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更新 也可以到Instagram上找我 Thanks everyone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哎哟 Design Gurus团队呢 是一群在Google Facebook Face Google 资深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